最近收到很多粉丝和网友的私信 他们对我说 你看你来美国已经有六年多了 感觉你还是一事无成 又没有工作 在美国又无依无靠 等你老了怎么办呢 你老了会有退休金用吗 都指望着你老公养活你吗 是的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 那这次呢 我就想为我以后呢 做一个规划和打算 我准备为自己买一份退休金和保险 也要为孩子买一份教育基金 虽然我们的家庭呢 只是一个公薪家庭 生活经济上呢 也不太宽宇 但是呢 我想为以后铺好路 趁着现在年轻呢 还能挣点钱 把以后的路铺好 免得以后小孩要上大学了 当他自己有喜欢的专业 或者是喜欢的大学 不会因为说学费的问题而放弃 在美国其实好大学 好的教育 好的专业呢 都很贵 所以呢 虽然说我的小孩现在还小 但是呢 我也想尽早的为他打算 虽然说我在家呢 是一个家庭主妇 什么也不懂 但是呢 我也想尽我自己的能力呢 把以后的路铺好 不用说到老了以后呢 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做保险理财方面的 我就请他为我制定一个比较好的退休计划 和小孩的教育基金方面的 一会儿呢 大家也可以帮我参考一下 希望懂这些保险啊 财经的朋友呢 也帮我看看说这份保险值不值呢 好了 一会儿我们见吧 这是我的朋友 康尼 他做保险经纪人 我就请他帮我算一下 像我这个年纪段 要是说想做退休计划 买保险的话 大概要花多少钱啊 还有我两个女儿 要是想做一个大学教育基金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呢 那先说我了吧 那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 大概每个月要付多少钱啊 付多少年呢 然后退休可以拿多少钱呢 比如说像你现在33岁 女性的话 一个月付到596块钱的话 可以付个20年 付20年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拿到 3万到5万不等的免税退休金 那像我交的年数低一点 像交个15年啊 这个可以拿到多好吗 可以啊 你交15年的话 就是年数低一点 但是你就多交点咯 比如说你本来是设定 你要交500多 那你就交到600多 交到700块钱咯 拿的退休金 也可以是一样 3万到5万 如果说你少交一点 那拿的钱就少一点咯 那还不错 那这个除了退休金 还会有什么呢 然后我们这个 它本质上是一个人寿保险 除了退休金之外 我们还有重大疾病 意外伤害的赔付 那比如说像这个是宝额多少呢 你的宝额是100万的 刚刚我所讲的都是宝100万的 那像我比如说从65岁开始领退休金 那我领到可能十几二十年 我就是就挂掉了 然后那这个钱怎么办呢 也有客人他有这方面的疑虑 就是说如果我领退休金领到一半 那我真的提前去设怎么办 那就是说你买的宝额是100万 你比如说你领退休金领了二十万 那剩下的100万宝额里面 剩下的80万就会付给你的受益 比如说是你的孩子呀 你的另一半呀 哦那还不错 那像我两个小孩 现在还小一个两岁一个五岁 我想给他俩做一个大学教育基金的计划 因为在美国上大学都比较贵嘛 一年要多少钱 现在在美国平均上大学的费用是五万到六万块 上完四年下来是基本上要三十万到四十万 美金啊 对美金 哇好贵啊 所以说美国很多一般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话 都是申请这个助学贷款的 嗯那像我想给我女儿买教育基金嘛 我不想他们以后那么辛苦 像他们这个年纪你帮我查一下大概 很好耶 对啊我想他每个月要付多少 然后大学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多少当这个学费啊 没问题 比如说像一个两岁到五岁 比如说两岁到五岁的女孩子 基本上是付一百九十块到两百五十块之间一个月 付二十付到他们十八岁上大学 他们基本上可以拿到两万到三万出来做大学基金 哦那不错那就是基本上就可以cover掉了 对基本上是cover掉他们上大学的学费费用 那像假如说两个孩子不生气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嗯这这方面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 如果小孩子他不愿意读大学了 但是你你是这个保单的持有人的话你是可以以你自己的名义在小孩子的这个账户里面取钱出来给你自己用的 就是说他是会这个是只是可以用于教育还是说这个基金是又可以用于教育啊其他方面也行啊 而我们一般来说他是一个教育基金但是本质上他就是一个储蓄计划 就是说你开设一个这样的储蓄账户给小孩子每年往这里放钱等到他们十八岁当大学需要大学学费的时候就是你教育基金这个名义把钱取出来 但是其实你什么名义取钱都ok的这个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过问你的 嗯那就是我听说比如说像有一些啊就是教育基金比如说学校查到你有教育基金啊他就不会给你奖学金啊或者住学金有这样的说法吗 嗯这个是有其他另外的教育账户比如说529这种真的是为教育基金而设置的教育账户会有这样的限制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一个人寿保险账户人寿保险账户呢就不会受这些的限制比如说他完全不会影响你 你以后呢政府的住学账款奖学金这些啊从我们这个人寿保险账户这里取钱的话是免税的一分税钱都不用交嗯这样那就是说像这个小孩子他的呃我听说也是有那个意外伤害啊什么的对啊 就是有多少把握就是有多少把握的费付小孩子跟大爷完全享受的是一样的重大伤害重大疾病这些保护的 嗯因为小孩子你也别说没有生生病的风险也是有的啊那你你是比较懂保险这一方面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没有额外的买保险就是拿一个收手就是我们说的 是类似于国家的一个退休金嘛就是像我没有工作啊或者是说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职业然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会拿到多少钱呢这个的话要根据你呃就是我没有报很多如果你没有报很多 所以一直在美国这里规定你要连续报够十年以上的税你到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到这个嗯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休金但是如果你说你在美国报报很低的税或者你没有连续报到十年以上你只能拿一个很少很少的我们所说的呃养老金老人金这样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呃三百到五百不得啊那是太少了 那像我到六十五岁以后三五百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三五十了对对那那是很少而且他还有被呃砍掉的风险比如说他会限制你不能回国回国不能回超过多长时间比如说超过两个月的话那个美国政府他就会咳掉你这个退休金 然后这样呢那我是一直都不能回国超过两年吗超过两个月就每一次回国不能超过两个月有些规定是四十天哦这样啊那我你相当于就是被困在了美国好吧呃这个呢就是说我了解到的一些关于美国的一些保险我也想为自己做一下退休计划还有小孩的呃大学基金如果大家有 懂得懂的方面呢也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我觉得呢还是挺合算的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好了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